如果我们当时很多有名的人 他的成功都是有一个大公司 或是很赚钱的话 我们希望让更多做不一样事情的人 也可以被看到 所以我们才会写下的这句话 就是把成功的定义帮给你 我心目中的未来大人物 就像甘地的这句话 成为你想要看见的改变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勇于挑战现状 然后不害怕去改变 非事实有价值方法 仅然坚持做自己对不对的事情 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 不怕困境 会看机会 然后愿意知情梦想 而且不怕挑战的一群年轻人 全力以赴努力实践 我觉得这个都叫做成功的未来大人物 如果你真实诚意地帮助到人 这个社会往前走 即便只是一小步 它都是成功 我们不是只是在跟大家讲说 你说说就好了 我们希望是你真的做出一些东西 然后真正造成影响 这才是你想要看到的未来大人物 未来大人物 让我们把成功定义 还给每一个人 是什么就是 anyone 那这样子 我们去做一个想法 的就是因为我们还要挣开 今天两个人物 对我来说 替着一个人物 然后选择 对我来说 你呢 我们好